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短期的回避可以帮助我们整理思路 调整身心状态 做好应对问题的准备 然而 长时间的回避会把自己锁进一个负面事件的拖延漩涡当中 请记住 这个世界是时间和空间的交汇 也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天时 低利 人和 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是因缘合合的结果 我们要尝试去领悟时间换空间的智慧 大量的科学实证研究已经证明 学会高效率的解决问题的技巧 可以明显的减轻愤怒情绪 我们一直在强调形象化信念的重要性 当你已经梳理出明确的解决方案以后 请给每一个方案设定一个时间节点 你必须逼迫自己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指定的事情 从而避免拖延症的发生 比如小静应该明确7天 15天 30天 这三个时间节点他需要去完成的事 需要做出的决定 因此 在这个案例中 我们建议来访者要做的第一个行为练习是 不要逃避痛苦 直面问题 所以小静应该尝试和她的丈夫进行沟通 沟通的过程中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 通过质疑自己的非理性信念 然后再次调整情绪 继续保持理性沟通 请记住 沟通是为了解决问题 是为了达成共识 求同存异 不是争执 更不是指责和谩骂 上一讲中我们提到过 痛苦的根源 其实源自于小静 不能无条件地接纳自己 因为她的内心 有着一股强大的掌控欲望 对于未知的不确定性 让她充满焦虑 她或许过于地在意她人的看法 害怕失去她人的认可 这层内心的壁垒是一条心灵的枷锁 压抑的内心得不到释放 尝试和矛盾人进行基于平等的理性沟通 是为了通过这样一种挑战自己的行为 获取自我价值的认同 从而走出负面情绪的困扰 此外 第二个小静可以尝试的行为练习包括 尝试去做一些荒唐或者丢脸的事 每个人都会有很多让我们觉得无比尴尬 不敢做的事情 比如小静 她可以尝试理性地邀请丈夫的出轨对象 进行一次面谈 记住 不是去谩骂和侮辱对方 而是坦诚地告诉对方 这件事没有对与错 是每个人的欲望管控能力的差异性 所导致的结果 但是不得不承认 你是有魅力的 因为我的无能给你们创造了这样的契机 谈话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勇于去面对你的无能为力 去接受你的不完美 你准备好了吗 严老师 我还是不去了吧 我觉得自己很蠢 还是试试吧 既然都来了 这样我们先尝试做一次深呼吸 好吗 闭上眼睛 感觉自己是一粒微尘 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放下 睁开眼睛 告诉自己 我们是来寻找快乐的 只有放下过去 才能轻装向前 嗯 那杨老师 你在门口等我吗 对 我就坐在旁边的那一桌 咖啡桌上 有什么事你就叫我 但是请记住 你不是来指责 和谩骂的 你是来 接受自己的无能为力 好吗 嗯 谢谢你 杨老师 加油 嗯 嗯 那我去咯 去吧 我就在门口等你 好 你是家里 嗯 嗯 嗯 抱歉 今天愿意出来有些唐突 我并没有告诉我先生 其实今天来的目的很简单 我想通过这次见面 放下我心中一些不能释怀的东西 虽然你们的行为 对我和家庭都造成了伤害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 每个人都会有属于他自己的无能为力 对于你们之间发生的事情 也正是我的无能为力之处 无论我是否会和小林继续生活下去 我都不希望带着对你 或者对他的怨恨走进未来的生活 我真的非常抱歉 在面对诱惑时 只是满足自己 没有考虑这个后果 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伤害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事实 但我可以改变对事情的看法 今天见面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谢谢你的付运 我和小林的事情 我们会自己处理 至于你们之间 是需要小林自己做的决定 但我已经买过了 希望我们都会在精力中提升心智 再见 第三种行为练习方法 我们还可以鼓起勇气和他人对抗 大部分沉溺于情绪痛苦中的人 都会有一种老好人的情节 也就是心理学上我们经常提到的 拖累症的症状 愤怒与暴力常常源自于缺乏勇气 你不敢去追求你想要的东西 因为你对未知世界的无法掌控 让你在犹豫不决中痛苦不堪 小林的例子会让我们尝试通过 理性情绪行为治疗方法 去帮助他缓解情绪 但请注意 我们并没有引导来访者 去接受丈夫的错误 并且继续生活下去 我们只是引导小林去接纳自己 认同理性信念 但是认同不等于接受 行为练习中 小林可以尝试勇敢地做出分手的决定 尝试寻找新的生活 但不是带着怨恨离开 因为没有放下的过去 会带入到未来的生活模式当中 在我大量的咨询案例当中 很多时候咨询者会受困于一个问题 为什么同样糟糕的事情 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 其实很简单 因为你的认知模式 你的磁场决定了 你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 如果你不能从根源上去调整 无论换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环境 高度类同的人生剧情 会一遍又一遍地在你的生活中上演 这样的行为练习可以帮助你挖掘出 那个内心深处懦弱的你 让你可以让自己不生气 不暴躁 勇敢且理性地去对抗那些 你坚决不赞同的人 你的行为会让对方觉得你毫无畏惧 因此你的观点值得被尊重和考虑 在这个练习中 我们需要学会区分自信和攻击行为 自信行为是通过一种正面的行为表达方式 去阐述你的观点你的立场 攻击行为是一种负面的沟通方式 比如说如果小静一直沉溺于痛苦中 无法通过理性信念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那么他会一直受困于优柔寡断和焦虑中 这种持续的精神状态 会让他陷入到受害者的思维模式 他很容易拿起正义的旗帜 表现出优越感 无休止地谴责和谩骂他的丈夫 这就是攻击行为 反之 如果他可以理性地去思考和应对已经发生的出轨事件 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比如去尝试和丈夫一起修补伤痕 或者理性谈判后做出分手的决定 彼此尊重 这样的行为是积极自信的表现 除了以上提到的行为练习 还有一些肢体运动练习 也可以帮助我们调整负面情绪 我们会在压力与精力管控这一章节当中和大家分享 这一章就要结束了 我们讲了那么多的理论 说了那么多看似冷漠无情的理性信念 归根结底 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在苦难的生活中 保持怨而不怒的自在心境 人生是一场由生向死的修行 所有让你愤怒的事件看似是伤害 其实都是助缘 没有好与坏之分 请不要沉溺于人际关系的痛苦当中 这段旅途终究是和自己的相处 正如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吃饭睡觉生病死亡一样 精神和灵魂的独立才能让你自己舒服 让他人舒服 你所生活的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是你可以掌控的 所以请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接纳自己的无能为力 情缘已了不易结 或许当小静能够这样自在的和自己相处的时候 无论他的婚姻是否继续 他的丈夫都会在远处仰望他